探索宇宙人生真相 見證世間因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 由罪言堂送幸福主 第四集 因果平衡須付出 蓮花接引生極樂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因果是平衡的 也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付出 和回报是成正比 但是无论你神与不相信 我是相神 在这些日子里面 当我遇到一些 难与贴离苦难的众生的时候 就想和这些灵界众生 讲一讲记录世界的殊胜 使大家名用这个世界 用各种的方法 来劝导他们去 这些众生 没有食的 没有饮的 就跟他们讲 记录世界衣食具足 这些众生 没有居住的地方 就跟他们讲 记录世界有多么殊胜的宫殿 住宅 黄金铺地 七宝楼角 有些众生 担心去了记录世界 会很无聊 就问 那里有没有人啊 我们为什么要去 我就跟他们讲 记录世界种种殊胜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去过 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经典 这些讲解的时候 就会比较生劫 然后 佛菩萨就治愈了方法 比在超渡的时候 和这些众生 展示结录世界殊胜的景象 他们想去的话 我就跟他们展示 西方结录世界是怎样的样子 就好像当初释迦牟尼佛 和弟子们开示 讲西方结录世界 殊胜的景象一样 使这些灵性清清楚楚地 感受到结录世界 看到结录世界 当这些众生 看到了结录世界之后 基本上不需要劝 他们马上就会发心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太好 太树性 他们想都不敢想 梦里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金树性的境界 他们愿意去这个地方 镇修 成佛 然后前前后后地 做了很多次的超渡 在超渡的时候 敬请西方三圣来接引 因此恩怨 阿弥陀佛赐予本人莲花护法 很厉害的那种护法 今天我请示了观世音菩萨 批证一百灵性以下 可以由莲花护法 直接送到极乐佛国 使他们去极乐佛国 深造学习 化开建佛之后 会来梳婆世界 度化众生 我在这里 特别特别感恩 感恩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给予弟子这样的神任 赐予如此殊胜的护法 同时 我也很感恩这位护法 因为我们相似得很好 曾经将我的女儿 带到极乐世界去观光 真正了 纪录世界的殊胜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莲花护法 感恩感谢诸佛菩萨 因此 当大家用心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宇宙中 就会有灵量赐给你 真正的发心 真正的去做善事 真正的去做 我在这里 最次的跟大家声明 跟大家讲一些小故事 不是为了炫耀 因为这些炫耀 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更加想的是 让大家明白 你真正的去办事 真正的去帮助人 主佛菩萨 都会给予你相应的加持 看你的发心 不要怕累 刚开始 你会觉得有点累 因为需要跪意 需要念佛 甚至还不知道送走了没有 但是 当你做多了 时间累了 你的灵量级别提升了 逐渐 你说话就算数 你请神 请佛菩萨 他们就会累 所以大家 要用心地去修行 来改变自己的心性 阿弥陀佛 送幸福 天天为大家送幸福 老宋讲故事 欢迎大家转载 法布施 功德无量